我第一次看见二人传是1969年的大概二三月份 看这知青给我们演这革命二人传 跳一段舞叫我是娇阳君石柳 那女孩上海知青在东北 上海知青那女孩还是挺软的 在那跳舞当时印象深刻 那时候我才我算算我那时候是十四岁 十四岁开始有感觉了 看那软软的那女孩都有感觉了 这个后来没等我这感觉消失 我就回北京了 我就回北京了 那北京咱们先说说北京是怎么过冬 北京过去秋天一来 享受几天秋高气爽以后 一到深秋 先买冬楚大白菜 冬楚大白菜一下来 各家各户就忙活一件事 叫装炉子 买烟囱平房为主 按风斗 风斗是防止你煤气中毒 这个靠煤炉取暖的日子 在北京至少有坚持了有一个世纪 一个世纪 我们小时候我看各家各户到冬天都要生炉子 这生炉子就有一问题 特别容易产生煤气 这煤气产生就死人 所以每年冬天 北京市的这种悲剧都会发生 我想一想 很少有一年 说这一年北京市冬天 没有人煤气中毒 那是不可能的 每年这冬天 死亡到底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敢胡说 但是肯定很多 我认识的人里就有煤气中毒的 有的是没有死 我认识好几个朋友都煤气中毒过 中毒的时候先是头晕 有的人意识到了煤气中毒 然后就往门口去 但是一起来就摔了 就往门口爬 说爬到门口说呢 门底也有一缝 吹点氧气 把自己给救活了 这个装风斗啊 现在都 我估计年轻人都不明白这事 这装风斗就是在屋里呢 装成一个有斜坡 冲上去能够把屋里的 这个热气排出去的这么一个口 你说这屋里好容易烧暖和了 你就给排出去 这不是浪费能源吗 对 没办法 为了活命 所以这个北方的这个屋子 只要你装了煤炉取暖 你就一定要装风斗 要不然就非常的危险 那其实你说北方人 老说我这北方冬天太冷了 其实南方人比北方人更苦 南方那个阴冷 那个湿冷 北方人根本就不行 你知道啊 你看咱们国家啊 这个地缘广阔 南方人啊 普遍 平均 比北方人个儿小 你知道为什么个儿小吗 就是冬天给弄的 冬天这南方人全蜷缩着啊 自个儿就自个儿抱成一团 在被窝里睡觉 你看北方的暖和 它伸展 所以它个儿就长得大 一抱着这睡觉受不了啊 我原来睡觉不会抱着啊 我有一回上南方呢 就得抱着 不抱着一辈子都睡不热 这被窝里永远是凉的 对吧 我们今天说这凉怕什么呀 我今儿弄一个电热毯不就行了吗 你知道 这电热毯过去是没有的 我觉得到了冬季最难挨的 这个地方是哪儿呢 我们国家大啊 我说得着说不着的地儿 你们多担待啊 湖北湖南两湖地区啊 江西 这个安徽 就这些地儿啊 像江苏浙江 浙江还好点啊 巨浪啊 那种阴冷啊 还有四川 还有四川啊 四川 四川到了三月份都受不了 我在四川住过半个月 三月份啊 在那招待所里 把那招待所没人住 我把别人的屋里 被子 褥子全拿过来 搁在我这儿堆着啊 堆成那被窝山 自个儿钻进去 被一宿也凉的 睡不热 那南方怎么取暖呢 烧炭 烧炭啊 有炭火盆啊 我还是觉得那烧炭很有意思啊 那东西好看 古人对这都有描述 那炭燃烧的时候 那种红色啊 那种暖暖的红 尤其在湿冷的冬天啊 就是让人内心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但烧炭有一个坏处 就是它生产煤气啊 所以南方的屋子 都四处撒气漏风 所以它就不中煤气 如果你把这屋子堵盐了 你肯定中煤气 现在有很多人 这个自杀还用烧炭的方法 就是他用这种煤气 让你慢慢慢慢昏厥过去 无痛苦的死了 那么古人对这些都是有记载的啊 古人基本上冬天就是烧炭啊 你像那个这个 开元天宝仪式中呢 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西梁国呢 浸炭百条啊 百条长这个 齿鱼 就是有这么长的大炭 我们现在看的炭一般都这么着 这么粗嘛 它能这么大大炭 炭是青色啊 坚硬如铁 那么这种炭呢 它点燃了以后 它是无焰而有光 这说的太有意思了 我们看火都是有火焰的 所谓的焰就是那个飘忽不定的 那叫火焰 它无焰只有光 那种暖光 他说每条可以烧十日 我觉得这事忒选了 我有点不得信 一个条能烧十日 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唐诗就是麦炭东了吧 写进中学课本 按照过去的解释呢 就是麦炭的老人这日子有多苦啊 最后靠麦炭换这点钱呢 这个却被宫廷里的人呢 给抢 抢买回去 这个半买半抢的回去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这个一个解释问题啊 我觉得这种解释不得成立 为什么 唐代社会也是个商品社会 哪个社会它也讲价值体现 如果我烧了炭啊 就被这么半抢半买的拿走 不够我的成本 第二年我就不来了 对不对 我最多第二年再来一年 第三年我就不来了 所以这种被宫廷买走的这种说法啊 强买走的说法呢 我觉得根本不成立 我们那句诗是怎么说的呢 半匹红销一丈陵 迹象牛头冲炭值 这句话过去在我们的课本里解释 都是说宫廷那个强买强卖的意思 其实不是 这就是它的价值 你想想 这个烧炭呢 是一个低等级的劳动 我们劳动中分各种等级 对吧 对 烧炭是低等级的 这个私质品呢 这是高等级的劳动 你用一车炭换这一匹铃 这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你总不能让它拿一车铃换一块炭吧 这不合适 所以我们去读古诗的时候 还要本着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去看它 这个因为冬季烧炭取暖呢 就是宫廷中引发火灾就特多 你比如说我们比较近的记载啊 清代嘉庆二年 前清宫呢 就因为这个炭火呢 引起了这个火灾 烧毁了宫殿 那时候呢 管烧炭的这个太监呢 还被判处了死刑 这刑判得够重 然后有二十多位这个护卫太监呢 都罚奉鞭打啊 就是一边罚你钱 一边你还得挨打 那么这是过去烧炭带来的这种灾难啊 当我想历史上因为烧炭啊 一氧化碳中毒 就我们所说的煤气中毒 这事儿屡屡有所发生 就未必进入史极了 那么古人还有一些啊 就是我认为挺龌龊的一种方法啊 你比如人体取暖啊 你比如这个 开元天保仪式中还有记载 就是唐玄宗的弟弟啊 齐王啊 李范啊 这个他呢怎么取暖呢 他就是冬天把自个儿冰凉的手啊 伸进这个侍窃的怀中取暖 这个美其名曰叫相机暖手啊 我认为啊 这不是去取暖啊 这谁这么取暖呢 管什么用啊 他就是内心不健康啊 内心很不健康 你看还有这种记载啊 你看杨国忠啊 当时就是一出门就选这个 身形肥大的这个女的啊 走在前头给他挡风啊 叫遮风抗寒 称之为肉震 如果不是杨国忠智力有问题 就是这写书的人智力有问题啊 这人再胖啊 再壮再占一排 他就是挡住了WiFi 他也挡不住这风啊 这不是胡扯吗 这风他会绕道走啊 所以这种古籍上的记载 你得自个儿去分析啊 那么古人用各种手段 都会使自己在寒冷的冬天 获得一丝丝温暖 你比如手炉啊 捧着手里 这个八十年代上南方冬天 还看着好多老人都这么捧着啊 你一去他说你捧会儿 你捧会儿 特别友好 冬天干嘛呢 没事干 歇着 由于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啊 这个过去春重秋收 一到冬天确实没事干 那所以冬天干嘛呢 冬天一大事啊 叫办婚礼 我们今天啊 一年四季 什么时候都能看到有人结婚 过去可不是这样 过去结婚就是春节 就是过去的元旦 现在的春节 一到冬天 闲着没事了 把这婚结了 过去的婚宴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婚宴大部分都是进了 餐馆进了大饭店 是吧 过去不是 过去这大型婚宴 基本上都在院子里 北方是支一大棚 南方呢 就在院子里 穿得厚厚的 每个人啊 这个 从新娘到新郎 都得穿得很暖和 吃这婚宴 南方啊 南方听着暖和 实际上冬天特别阴冷 所以他那个婚宴啊 到现在还有一种 这个吃法啊 叫全征席 什么叫全征席呢 就是他这里的饭菜 所有的东西 全是蒸出来的 没有一个是炒菜 没有凉拌的 这凉拌的菜是夏天好吃 冬天你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好吃 您到院子里 那么冰冷 这凉菜下不了肚 吃完就跑肚 所以呢 这个南方就发明了啊 就苏州地区 我就去吃过全征席 全征席的好处是什么呢 上来的菜特别热的 每一个啊 习俗 一定背后有一个道理 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讲我们的猫冬 我们一说猫冬 冬天来了 都猫冬了 你说为什么我们都说这猫冬呢 你看我们这有这么多猫啊 猫冬怎么不说狗冬呢 这事有意思啊 这猫对温度的变化比狗敏感 猫特别怕冷 你别看他一身毛啊 你看他浑水不是毛 但特怕冷 你像我们那花蓉子呢 这会儿没来 花蓉子打长毛 他也怕冷 那王庆盛就更怕冷 王庆盛是一短毛毛嘛 这个狗的基因跟猫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因为狗是从北方来的 来一头来自北方的狼 猫哪来的 猫是南方 埃及 从非洲那边来的 所以它最初的基因是从热带地区来的 谁怕冷 你看猫有多怕冷啊 家里哪暖和 它上哪去 你比如你家里有人看电视 你电视上暖和吧 那电视都关了 那猫还趴在上面呢 那暖和 要不然就趴暖气上 是吧 你看这个 一到这会儿啊 天一冷了 这个流浪猫啊 没地儿去 流浪猫没地儿去 去哪呢 就去这个 发动机上 有的车 人家开车回家 把车往门口一停 这车是热的 发动机那热能热很长时间 那猫就上去找个地儿一趴 所以以后啊 我们提示大家一句 就是家里有车的 发动车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着急 让车发动一会儿 再开车 注意 一定要注意这些取暖的猫 我们 这个注意一下猫啊 这屋里是暖和 你看我穿的还算挺暖和的啊 你看这猫 舒展 只要一冷 它就揣着 手揣着 这揣着有一专言词 叫农民揣 农民揣 你看我们那个 花飞飞的铜像 农民揣 你知道 农民这揣手 是特别有智慧的 我今儿是实在 这衣服太细 没法给你表演 我特别爱农民揣 过去在农村 揣一面袄 俩手一揣在里头 别提多暖和了 城里人不行 城里人智力有问题 城里人冬天刮了两条腿 这个冻得哆了哆嗦的 还上街上去 西北风一刮 两刀拧的 跟麻花似的 那城里人都是智力有问题 所以这农民揣 是以简单的发明 行之有效 你看这猫啊 猫天一冷 来一农民揣 就渡过去了 可咱人不行 人为什么不行呢 很简单啊 咱人没毛啊 这肯定不行啊 天一冷就得多穿呢 是吧 还得依靠这取暖设备 过去啊 这老人在屋里一到冬季 穿一大棉袄 穿一棉裤 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 现在呢 这屋子暖和 人就穿少了 现在北京市规定啊 我其他各地的规定 我不知道北京市的规定 18度啊 是屋里的取暖标准 低于18度 你就可以跟这个供暖打招呼了 说我这屋里不够温度了啊 这18度在过去 已经是非常暖和了 18度什么概念 你肯定棉裤穿不住了 过去冬季 这屋里有个10度8度 是很正常的 那么冬天它冷 冷冷的什么样啊 咱们先说最冷的地儿啊 咱们从最冷的地儿 往暖和地儿说起 比如最冷的地儿啊 在内蒙古 呼伦贝尔的根河市 一年一月份啊 一月是最冷的时候 平均气温呢 是零下30.9度 这个在 08年前啊 09年的12月31日的凌晨呢 这个地方 最冷的地方啊 测过零下58度的极端气温 零下58度 我都不敢想象是什么温度啊 这成为了 中国啊 到目前为止 能测到最最冷的地方啊 这是冷极 这个记录到现在没有被打破啊 那么 特别冷啊 这个东西会改变物性 我过去在东北就见过啊 那毛巾 你洗完了 用完了 你只要往铁丝上一搭 一分钟以后 这毛巾就是硬的 跟一硬纸板似的 如果你拿手一折它 这毛巾就脆的 邦当地折成两半 那毛巾就断成两截啊 如果说这毛巾是柔软的 你想把它撕成两截 没那么容易 可是这么冷的情况下 一折趴 这毛巾就变成两截 军用水壶啊 我们那时候冬季 这个行军训练啊 这个军用水壶是不能装满水的 装满水它就会冻死 只能装半壶水 还得往里对酒 你不对酒它就冻了 那么 它这种物性的改变啊 比如说 萝卜 你们没见过那萝卜能冻成什么样 零下三十度以上的时候啊 这萝卜就冻成了一个玻璃球 我们那时候小啊 这恶作剧啊 就捡着这室外冻成的萝卜 往墙上扔 扔过去撞到墙上 就跟玻璃一样的 全部碎成渣子 这就是在极端低温下 物性的一个改变 我们 我在东北啊 这个住过两年 那两年正好是跟 这个苏联 现在是俄国 当时中苏边境呢 有支包岛战争 那时候中苏的关系非常紧张 我们当时呢 尽管岁数不大啊 还没成年呢 十五六岁 也天天跟成人一样啊 模拟行军 也站在低温下睡觉 说在低温下一定要睡着 你知道这个低温能睡觉 是一本事啊 我睡过的那个低温啊 最低的低温 就是毛巾往床底下一挂 这毛巾就是硬的 就冻了 睡觉的时候得戴狗皮帽子 由于你呼出的这个热气啊 这狗皮帽子一圈 全部都是白霜 照样能睡得很香 在背窝里很暖和 我们那时候练习行军的时候呢 这个教练就说啊 怎么能在低温下睡觉呢 第一 衣服一定要脱掉啊 不能穿着这个外衣 穿着外衣 你永远睡不暖和 必须要脱掉 脱掉以后呢 两个人一对一对的睡 一对一对的睡 你们现在觉得这事太可怕了 怎么睡呢 头冲脚 就是两个男孩子啊 我的头冲着对方的脚 这样才能抱紧 两个人头冲头 是没法睡觉的 因为有肩膀嘛 所以就会漏风 还会占地 所以两个人的铺盖呢 共用一个铺 一个盖 衣服打衣 全部盖在上头 两个人头冲脚啊 抱着去睡觉 我可告诉你们 那时候没有惯喜条件啊 是在野外 这脚走了一天以后啊 谁的脚都不是脚了啊 都是一个毒气蛋 那也能活下来 人在什么时候 说什么事啊 老人老说啊 人只有想不了的福 没有受不了的罪 你知道这东北啊 最冷的时候刮那大烟炮 什么叫大烟炮啊 就是 因为东北的雪是不化的 在这个大风下啊 这个刮的 雪全带起来 三五米以外就看不见路 很多人啊 就因为大烟炮被冻死在室外 他为什么会冻死在室外呢 因为他认为 从我这儿到那儿 我这个路熟的不能再熟了 我天天走这么近的距离 我怎么会找不到那儿呢 你就找不到 你只要敢出去 你就非常可能冻死在外面 我们当年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就冻死了 我们小时候知道的事 你比如当时在内蒙古 有一个叫龙梅玉戎小姐妹 为了这个羊啊 羊被大风啊 冬天的这个白毛风给刮的 回不来了 所以就为了跟着这羊走 最后把脚都动伤了 截肢啊 是吧 这个故事 这个后来还编过很多什么连环画啊 拍过电影啊 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那个年月发生的事情啊 过去月冬啊 第一件事就是你穿暖和呗 我们啊 一直在说这个 雾后的变化 我们雾后真的是包括人 我们同样的温度啊 你春天和冬天 这温度感觉是不一样的 比如18度 春天刚来的时候 哎呦这天真够暖和的 但冬天18度在屋里呢 他有人就觉得这屋不够暖和 我认为啊 最好的室内温度就是20 最多22度 这是最舒服的 很多人屋里是25度27度 我一到这个25度以上就燥热不安 过去我是不懂这事的 年轻跟岁数大完全感受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儿子就是 他老觉得这屋里不够暖和 其实我觉得这屋里已经很舒服了 他觉得不够暖和 年轻人都不愿意多穿 我宁肯在屋子里啊 冬季穿一个这个毛衣啊 我也不愿意就穿一背心裤衩那么热着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这个穿衣标准啊 就是你穿不穿秋裤 表现你是不是小姿的一个标配 很多小姿情节的人都不愿意穿秋裤 比如啊 我们现在啊 就说你穿不穿秋裤 就是你是否是小姿的一个标准 你不穿秋裤 就是你很小姿 你穿上秋裤 你就这个不小姿了 这个秋裤啊 我是特愿意穿啊 你先别小看这秋裤啊 我当然我穿这秋裤稍微讲究点 它比较贴身啊 你现在你看得见我穿过秋裤吗 我给你看看 能不能清晰让你们看 我这秋裤好贵的 这个秋裤你今天觉得它 这个很土 你知道 中国过去皇上都穿不上 要中国古代要有秋裤 那肯定第一波全是给皇上穿 是吧 穿上多舒服啊 那时候人都是穿布料 是吧 布料它不贴身啊 我们今天穿羊绒的羊毛的 这些在过去啊 即便有都比较扎 你知道我小时候这毛线啊 都比较扎 那毛衣不敢贴着身穿 那个里头得穿一个比较厚的衬衣 现在这毛衣呢 特别舒服 它可以光着膀子穿 啥事没有 那么 这个 各地啊 各地这种郁寒呢 你比如东北 东北的这郁寒呢 就是 你比如这鞋啊 冬天这鞋在东北 绝对把脚丫子动下去啊 这个鞋子外的再穿一大毡子做的鞋 就 有一种草啊 东北有三宝嘛 人身貂皮乌了草 这乌了草啊 保暖性特好 跟头发似的 一团一团的 那么据说啊 他对真军啊 有极强的意志作用 那就是说 他基本贴身 使用 不会长脚气 据说 这个乌了这词啊 是从满语过来的 是大皮靴的意思啊 我们在东北的时候啊 就穿过这个乌了草 就是穿那个普通的棉鞋 穿一大毡子鞋 那毡子鞋里塞满了乌了草 多了 站在外头 你这脚都没事 如果你不穿这样的乌拉草的这乌了靴啊 你那脚丫子根本就受不了 一般20分钟以后就冻透了 那么 东北的取暖啊 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火墙 火炕 火炕到华北地区都有 这火墙啊 很有意思啊 东北那屋子有时进行巨热 就是那个火墙 火墙这么老厚 空心的 这烟道呢 是来回成这个来回S状 一直把烟排出去 所以这火墙特别热 我刚到东北的时候 知道一个知识 后来也没法去印证了 是什么呢 是人告诉我啊 说这火墙上绝对不能在使用期间 就火墙是热的时候 不能钉钉子 所以一钉钉子就会炸了 那我们也没敢试过啊 这种火墙是东北一般的民居中的一个取暖的保障 再有就是火炕 这火炕呢 你看东北的火炕啊 一家人就是作为U字形 这种U字形的火炕 全家老少三代都住在上面 为什么都住在这里头呢 节省能源